妹妹呢 妳們兩個今天好像同一個團體 對啊 妳們顏色好近喔 對 同一個團體 對 同一個團體 對 同一個團體 當我幹嘛 沒有 因為我能就是妳知道 要愛當妹仔 愛當妹仔就是要只能露出就是 最美的腿 內真高鞋 而且對妳為什麼一定要穿內真高鞋 妳腳這麼漂亮 妹仔就是要穿內真高鞋 然後讓 看起來 因為我身高沒有到很高 所以如果再點一點點的話 自己覺得就會差很多 對 而且妳還有透視的元素 對 T恤配這個透視 我如果看到妹這樣穿 走在路上 看得出來是梅亞 可是是 曾經是梅亞 我還第一次是梅亞 你看髮帶這樣看起來很梅亞 因為她現在身上都放那個上 留級很多年的梅亞 上衣 還有低腰牛仔褲 還有有一點內真高的球鞋 而且都是五 六年前的 東區梅亞在穿 自身 五 六年前 自身梅亞 自身梅亞 就至少有當過梅亞 就是考試不及格 衣服在找學生 而且那個網紗的袖子 對 我覺得那袖子 剪價比較好 不要那個紗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可是今年滿流行的 妳是今年買的嗎 對啊 我去韓國 韓國現在的衣服都這樣 這張是韓國買的 這個是賣給大媽的 沒有... 它真的都是這樣每一件 不是這樣子就短的 要不然就是這邊都會有雷 還是這件如果配新梅姐的 高壓褲行就很成立對不對 有可能 對 可是也要看是誰穿的 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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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說我梅亞 又說我這件衣服要看人的 沒有 我覺得梅其實有條件 穿漂亮的褲 等一下就看她會換得有多好 真的 她壓力好大 她壓力很大 梅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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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收費錢 不好惹... 真的 這什麼意思 要錢 要錢 給我錢... 奇遇免談 有氣勢 其實它也不是再比一次 也不是錢 那應該是炸雞翅吧 給我炸雞翅 妳看 好有機會 剛剛還記得 它是那個 有點資歷的東區梅亞 對 可是現在 可是現在感覺就是 真的在首爾江南裡面 會出現的那個年輕梅亞 才會這樣子打扮 而且她剛剛還這樣子 跟我要個 炸雞翅 江南保證很多人 可以拿炸雞翅給妳 對 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今天我給他們三位搭的 都是用褲裝 我們剛剛有講到 今年很流行 不是全長的褲裝 我們有7分 8分 9分 所以我剛好給他們三位 一個人1分 就是妹的話代表8分 8分 8分褲 可是妹在選擇褲子的時候 其實要注意到的 就是說如果觀眾的體型 跟妹比較像的話 其實它算是標準的體型 跟體格 可是妹比較擔心的地方 一樣是在腰腹的地方 所以我建議 如果你跟妹一樣的話 你在選擇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比較接近 男孩風牛仔褲 或者是老爺褲的褲款 這種褲款 它的特色就是在 這個髖骨的兩側 臀部的地方 還有在大腿的地方 它都會有比較鬆的空間 就是比較大的鬆分 所以這個地方 並不會讓妳有很明顯的 貼腿 貼臀 貼腹部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我建議女生 如果有一點點小肚肚的話 你們在選擇褲子 盡量選擇硬挺一點的材質 也就是硬挺的材質 你從側面看的時候 它比較不容易去凸顯到 你有小腹的問題 所以你看它這邊是很平整的 而且它這褲子好心急 因為側面你不會想看它肚子 你就會想看旁邊的字 對 它字是亂 今年有非常多這種 很時髦的流行英文字樣 去整個渲染 或者是印刷在褲子上 甚至你看妹的背後 臀部的部分 它臀部的地方 這個不是沒拆掉 這個是它原本設計感 你就留在上面的 對 你就可以留在上面 直接不用拆 那我們在褲腳的部分 其實你在買的時候 今年有很多的牛仔褲 本來就不是全場 可是假設是全場 你也可以把它 稍微做一點點捲 就是不知道要折到哪 對 我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的腿型跟妹 是類似的話 其實9分跟8分都是OK的 可是8分會比9分更好 原因是因為 男孩風的牛仔褲本身比較寬 所以你讓這個腿脖子 這個地方露出的面積多一點點的話 會看起來更瘦 那一定要高跟鞋 對 然後一定要高跟鞋 而且盡量這個高跟鞋 在這個地方沒有很明顯的攜帶 或者是包覆腳背的設計 而是把整個腳背完整的露出來 這個上衣跟你看它的墨鏡 好看喔 還露相肩 對 露出一點點肩膀 我們剛剛講過 很老師講過 三褲子要露對不對 跟大家講三褲子 一個是 脖子的鎖骨 趁妹還有鎖骨的時候 趕快露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手腕 然後再來就是腳踝 所以這三個地方露 看起來比例就會漂亮 現在的妹仔 就是要穿高腰8分褲 露出最細的腳踝鎖骨跟手腕 又瘦又時尚